画面上是和平岛王爷海上游江 正式登陆为基隆民俗无形文化资产的受证典礼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将证书颁发给和平岛摄灵庙管委会 让庙方相当感谢 这项和平岛地方上的传统宗教盛事 借由王爷寻江保佑渔民丰收也不失海上的好兄弟 今年更吸引300多位民众报名搭船 跟着王爷海上游江体验传统民俗 游江路线从正边渔港出发 前往深澳渔港的碧云宫 八斗子渔港浮清宫 再进入基隆内港的城隍庙 让传统祭典仪式逐渐发展为 地方上别具特色的文化庆典活动 这个是我们列为第二个无形资产的 第一个是中元纪 那基隆其实庙宇非常多 那基隆的海上文化也非常特别 王爷游江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持续着 很希望借由文官局成立 可以将更多的活动带进去 让更多的人认识基隆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这个和平岛 这个摄灵庙三府王爷 那这已经是被认证成这个我们基隆市的无形文化资产 接下来就不止我们的文化观光局的资源 还会有中央文化部的相关资源进来 我想对和平岛的历史的演变来说 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和平岛 从过去四百年前的开始的演变 然后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渔民的生活 会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和平岛的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我们的特色还是我们的庙宇 还是我们游江的文化 甚至我们渔民捕鱼的文化 我想还有我们在地原住民的文化 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无形文化来 让我们世人可以看到我们和平岛的特色 受证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基隆市议长佟资委跟多位议员 还有连江县的议长 及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代表 大家都很开心 这项和平岛的民俗盛事 终于登陆为基隆民俗无形文化资产 将吸引更多人深入来探访 和平岛的人文历史 路上是幽庚 有我们的婚姻的廟 就是也是 他也是翁牙 就是在我们家地厢 地厢会回去 有的就是 当然我们的主动这个港口 港口如果大 我们就很好处理 港口如果小 我们就必要处理 然后我们还有分工来跟工丸 那为了安全 我们大部分都会参港来 像今年的碧云公就是在港来 我们去到那里很欢迎 王子公众也很欢迎 因为那个港很漂亮 很快哦 那大家都搭配得很好 因为我们是一个专案 那各方面都很配合我们 对啊 所以说像瑟琳庙的话 是乾隆时代的庙嘛 它最远的那个 那个子孙庙 那个扶龙东龙公嘛 那旁边还有桑辅公一大堆 南亚很多的都分出去的 真的吗 我们这边分过去 那是日本时代的时代 你如果跟那个国民政府的时候 那个那个万木山这边也有啊 就西蘭这边也有 也有三五王爷庙啊 我们这边是渡海边的 所以它要在中国大陆是近江 在这边是近海 就是把那些海的不干净的东西出去 所以它出去了之后 它会丢那个嘛 丢均衣啊 的一个信仰 那大家同力的合作 那在海上来完成 一步一步的一个祭祀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感动的 那所以在前几年啊 蔡理大也特别提到说 希望把这个海上游江的这个祭祀活动 把它努力来争取 看看能不能列为 基隆市的一个五行文化资产 那通过这几年的一个努力之下 终于可以获得基隆市的一个 文资审议委员的一个认同 那我想接下来 这个文化祭典活动 将会是除了基隆中原祭以外 基隆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资产 那也希望说各位市民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在农历的一个六月份 也可以随时来关注 三府皇爷的相关的一个活动 我相信大家如果一起来体验 可以看到基隆市不一样的海洋文化 的一个另外一个面向 其实我们河滨岛呢 有四百年的文化历史 在我们大航海时代就非常的活跃 那我们三府皇爷也守护我们和平岛这间庙 就社林庙大概守护了将近快要250年左右 这样的一个海上游将文化 其实对我们中正区的渔民守护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那近年的这个海上游将参与的观光人潮 也越来越多 也期待认定为无形文化资产之后呢 能够像东港的王传记一样 能够盛大举拜 今天我们获得无形文化资产的资格 中央的资源会移注进来 但更重要的是 接下来的文化观光局 需要将这样子的传统文化 让它变得更年轻更轻易 也让更年轻的家庭可以认识说 为什么以前会有和平岛的王爷来到这边 以及王爷怎么守护我们江心 今天是基隆市非常重要的日子 也希望未来基隆市的文化观光局 都能够以让我们的本土文化更年轻 更亲近 然后带动城市的方法 我们大概报到一百名 就会把他那个网路关起来 然后有人就会打电话来 老朋友的 然后就夾大概都 今年跟去年都是一百二十位左右 对 那游客为什么会这么喜欢 来参加这个游将呢 当然这就是个信仰问题 跟我们走那些巴图骂的同样 其实好远不好走 可是大家走得很欢喜心 对 和平岛社里庙表示 包括油浆和绕镜等一系列活动 都固定在农历六月十五三府王爷圣诞期间举行 未来除了智力保存这项传统文化 也将推动让更多年轻世代来参与互动 共同来体验这个在地文化庆典的魅力 记者黄俊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